这二十几万事回事赚 全看这一块树皮了 大家我是老蒋 这是我们上次开料剩的一块树皮 然后我们从上面又起了一块 近点看一下这个花纹 全部都是龙党人的 那有不少的朋友在看了我们上期的视频以后 就建议把这一边 这一块高位留着做一个大龙龟 我们感觉这个建议还是非常不错 等一下叫师傅做出来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里钓龙龟钓的挺有 然后已经钓得起了 从头去的那就钓得起了 这个朝向 够高 钓得出来了 应该钓得出来 那就把那边切掉吧 切掉这边钓个龙龟 这里开盘 对 就像是一个鞋链吗 还是全部整整个开 不用 不用整个开 就开一个边就行了 把那个切掉行了 好首先我们第一道要把这一块多余的切掉 因为这部分有一些明显的干裂 所以切下来这块料基本上也就没什么用了 现在我们开始雕刻 其实对于这种雕刻而言 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树皮留下来 作为浓硅的贝壳 但是这一块料的皮它有太多的裂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切掉 这块料的花纹比较好 所以师傅也罕见的打起了草稿 草稿打好以后 师傅就要用电锯给这只龙龟打造型 这种大开大盒的雕刻方式 对师傅的妖力 臂力和妄力都是一大考验 既要够稳 又要够准 造型打好以后 就要用高速钻对龙龟进行进一步清修 后面的操作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相信经常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95%都可以搞定了 少部分还没有学会的朋友 今天就好好再多看一遍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也可以提出来 好 现在我们给他开一个简单的鞋盘 这样就能实现一桌多用的功能 好 现在我们这个桌子已经打磨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大龙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大龙胆 这个龙胆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立体感非常的强 这边还有一些闪电纹 画门相对来说比较的丰富 还有水波纹 但是水波纹少一点 总体来说还是龙胆纹 看到这个立体感 我们如果镜头换起来的话 可以感觉到这个一步幻影的 非常明显 特别的漂亮 然后把这个刷完先 好 现在我们这个游戏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摆上一整套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 现在我们坐上来感受一下 帝王级别的待遇 不得不说 师傅喷上去的油漆 确实比刷上去的手感要好一些 那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 龙胆纹带来的视觉冲击 那视频看在这里 可能有不少大哥最关心的还是价格问题 其实不用太关心 因为大嫂是不会允许你花半个月的工资 买这么一个茶桌回家的 钱不钱的无所谓 主要是怕你错把茶屎当卧室 从此君王不早朝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块盖子 花纹还是不错 但是尺寸比较的尴尬 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 大家觉得这块料用来做什么最合适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奖点赞收传加关注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